台湾女子职业高福协会日前宣布设立TLPGA潜力球员基金 而这项由企业界人士发起的赞助可以说意义非凡 因为在未来能够有效帮助至少25名潜力球员 在每个月都有额外的补助经费 让球员们在生涯发展上能够更加顺遂 我们目前的规划就是说 第一个你就是每一年你的参赛 在国内的参赛大概六场以上 这表示你有积极在参赛 第二个就是你没有接受其他别人的赞助超过40万 因为你要有的话 那我们就是先赞助没有被别人赞助的好手 假如比较多的人申请 那我们没办法全部赞助 这就有一个筛选的机制 这第一年我们就决定说 就照目前的排名的顺序 一直扣掉已经有别人赞助的 就一直一直往下看 我们能够赞助到哪一个名次 就赞助到哪个名次 那希望这个不乎小谱对国内栽培训练这些年轻的好手 希望有点小帮助 首届临选机制简单不复杂 而这项计划的创办人黄日灿先生 也期望能号召50位企业界友人 一人赞助30万元 至少维持三年 即便适逢新冠疫情 仍获得42位企业界人士热烈响应 距离目标只差八个名额 我非常感谢黄日灿大律师 对选手的关怀 及担负造极人重任 也感谢TOPGA自由赞助会 对协会的信任 来帮助所有想提升的女子职业高尔夫选手 能有信念经费 让路能走得更长更严 贴借自发信伸出援手赞助求援 这样的机制可以说实无前例 期盼能激励还在成长中的选手们 打出更好成绩 也欢迎各界热心人士竭力加入 同为台湾高尔夫尽一份心力